Hi My name is Guy in One 今天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款300公尺的无线图传 这就是我们的SIMBO ZO-LINK ZO-1000 好啦 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 OK 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书 有一条USB Type-A到Type-C的充电线 那盒子里面直接附给你五支天线 因为你可能用丢或是折断了一支 你还有一支可以备用 接着就是我们的无线图传本体啦 哇塞 真材实料耶 全金属机身 我们稍微看一下外观的部分啦 那目前我手上的这一组是一发一收 那你也可以多买一个接收器 就可以变成一发二收 那外观的部分发送器跟接收器 其实是长得一模一样 连重量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主要的差别就是在我们的侧边 HDMI跟SDI接孔的部分 接收端就是输出输出 那发送端就是输入输入 那上方天线接孔是使用SMA接孔 你就可以自己去买升级版本的天线 就可以买更好的天线 可以传的范围是更广或是更直向性的 就是可以以你的使用需求去购买不同的天线 那侧边有一个实体的电源拨杆 那这很方便的就是你在拍片的时候 如果没电了 你要换电池 换新电池上去之后 它就直接开机 就不需要在那里按着说 我要按着三秒让它开机 这种问题 下面还有一个USB Type-C的供电孔位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接收端这个 可以直接连接电脑 直接进OBS 就变成你不用透过一个截取卡再进OBS 你可以直接连接电脑 USB连接电脑就直接进OBS 省去一个截取卡的步骤 那下方就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安装孔位 后方就是一个NPF电池的安装孔位 就这样啦 那我们就直接装上电池来看看 功能其实非常简单啦 主要的调整就是我们的group 就是两个group也要在同一个group channel 就是跳频 你就是可以自己手动去跳频 假设现在123很慢 我们可以自己跳到八九十之类的 这样子很方便可以手动去调整 而不是依赖自动跳频 那影像的模式有三种 有quality 有normal 跟 smooth 就是依照你使用的情况来挑选 到底需要哪一个 那刚刚讲的那些设定 全部都在传输端 那我们现在接收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扫描频段功能 就是我们开启扫描频段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哪一些频段比较满 然后哪一些频段比较干净 你可以推荐你使用 像是我们现在12489011 全部都讯号不太好 比较乱 那我们可以直接选3562这几个频段 它就直接让你告诉你说 到底哪一些频段比较干净 比较少讯号干扰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挑选 我们现在已经把发送端 装到这台相机上面 接收端装到这个萤幕上面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 即时的无线传输影像 那你们可以自己看 就是它的延迟 它的流畅程度 它的调割程度 你们可以自己看 那我们借着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 我在说明书上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你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它是零风扇的设计 就是金属即可啦 完全不需要风扇 也不会有东西绞进去 也不会任何噪音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有手机APP的支援 那目前是只有支援iOS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手机 可以看到讯号 不需要任何的接收起 你直接手机 连上WiFi 就可以看到即时的影像传输 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是SYMBOL ZOLINK 无线图传系列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系统里面都可以 你有其他的无线图传 或者是有其他的像是 这个我还没有开箱的无线图传萤幕 都可以直接无线连接到我们的发送端 直接无线传输 就是在这一个同一个系统里面 都可以自由的搭配 影像品质跟影像稳定程度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跟其他的品牌也都差不多 那我们的影像传输距离的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拿去片场试试看 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讯号强度的指示 那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因为接收跟发送都有这个讯号强度的指示 所以我们在接收可能就是 在瞧天线角度啊 放的位置啊 怎么瞧 我们就很可以清楚看到说 我们到底几格的讯号 那发送端这边呢 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到底走多远 会不会 已经快要讯号看不到了 就两边都可以互相提醒啦 我刚刚查一下他们的官网 发现他们也有Android版本的手机App 我们现在正在安装 OK 连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手机的Android App 还是Beta版本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可以用的 那就是直接长按右键 它跑出一个QR Code 我们扫描一下 就可以马上连上我们的WiFi 就不用输入密码在那里一直输入很麻烦 哇塞 所以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四倍放大 然后还可以录影 就是我们场记啊 或是其他人想要 就是可能重播啊 不需要去碰相机 我们在手机上直接录影就可以 哇塞 这个App上面基本的像是影像的调整啊 我们的标记啊 像是中心标记啊 灰阶啊 这边还有一个峰值对焦的部分 还有斑马纹曝光的选项 哇塞 都有啊 这很完整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可以连接两台手机 那你如果连接到第三台的话 它就会呈现一个黑屏的状态 完全没有画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连接手机 还可以同时连接我们接手段 这超帅 所以我们如果要高品质 低延迟的影像 我们可以直接接接手段 那如果其他人像是美术啊 他要去看什么场景啊 灯光要去敲什么地方啊 或是制片看有没有穿帮啊之类的 就给他一只手机 给他看及时影像 哇塞 这超方便耶 我们快速讲一下电脑连接的方式 我们其实只需要准备一条 USB Type-C 的传输线 电脑完全不需要安装其他的驱动程式 它就会把它变成一台 有点像是网路摄影机的概念 像我现在用OBS示范 就直接简单的加入一台相机到装置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我们的直播 非常简单 之后我还会再做一个更深入的测试 分享影片会会放在我们的工作室 YouTube 频道上面 有兴趣你可以先去把它订阅起来 那这有我们今天的SIMBO ZOLINK 可能是UO1000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啊 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